朋友没有,这我楼下养花的地方,以前这些衣服全部都是在楼上洗的,现在花也藤在下面来了,都是养的这些多肉,发财处各种,这个肯定有朋友不知道的啊,有朋友认识吗? 听到翅膀挥动的声音没有,其实花都是次咬的,有的朋友说我瞎搞,给鸽子剪个羽毛,做个条也叫瞎搞嘛,其实我不是喜欢接触新的事物,喜欢就比如说各有建议说做一下条,比赛的时候鸽子不会掉那根大雨,我就是想着不让它掉,给朋友们今天分享一个更瞎搞的事情, 这个有朋友认识吗,这也是鸽子,有多大你,小麻雀朋友们都认识吧,和小麻雀大小差不多,这边有一对鹦鹉,放了西瓜,给它吃西瓜,天气热嘛,也瞎搞, 这边还有一对雪鸽,这个就是鸽子知道吧,雪鸽,世界上最小的鸽子,它为什么那么紧张,是因为我放西瓜进去之后它害怕,不吃拉倒,抱歉沙,抱歉沙盒你看多大, 我拿走,我拿走,我拿走,害怕呢,吃的粮食全部是这个,小黄米,本来这边是养鹦鹉的,这个笼得多大了, 其实雪鸽最有意思的就是它这个窝,有没有产弹呢,尾巴都没有了,还非你,两个品种不一样的啊,我还准备再买一对原色的,想想还是算了吧,不然的话更瞎搞了,开个玩笑给朋友们啊,你看那个,正在吃呢, 我是针对那些小黑粉刚才说的这些话,不能玩了,你拍鸽子,它说你瞎搞,你做条瞎搞,你给鸽子保养,喂保健沙,喂那个鱼干油,喂那些活菌,半粮,它就说瞎搞,你说这个鸽子还能更新视频吗,只能更新小鹦鹉来,归头又有朋友肯定在底下讲了,勉威欺难说一句这种是朋友, 下搞,一下英雾嘛,孩子喜欢,买了给孩子玩呢,有什么关系,其实人活在世上就得折腾,喜欢都给他搞到手,搞不到手,尽最大的可能也要搞到手,朋友们听到这句话是不是有一点耳熟啊, 就是说要争取,争取啊,你不吃我也拿走,西瓜皮,冰箱里拿的,我吃了我给他没啃那么干净,不然我啃干净了,啥的啥的,胆小的,胆小的很,好好好,这就是咱楼下的三对小鸟,两对鸽子一对英雄, 又是虾搞的一天,朋友们明天再见 嘛 nothing there